让大家了解一下 其实如果说你要产生数据分析表之前 还有数据分析图之前 你必须要先产生一个对的资料 OK 那接下来的话我们要来看 就是有关VPA 比如说我今天 如果我每天可能都会需要产生 这个范围的资料 然后可能人家来的资料 都是会来这三个栏位 然后会空下一栏 就大概结构都一模一样 只是差别就是说中间这个资料 恐怕会怎么样 它会是空的 OK 然后我需要一个功能 如果说这重复 那每次的话再敲一次公世界 它不会花太多时间 可是还是需要一个动作 那如果我希望是自动化 所谓的自动化就是说 我需要两个按钮 一个按钮 我们待会儿练习 一个按钮按下去的话 它就自动完成 那一个按钮的话 就是按下去之后的话 我们就自动清空 OK 就是有一个是把资料完成 一个是把资料清除 OK 变成说有两个方向 这样的话 感觉会比较有那个feel 就是你按下去自动完成 一个按钮是自动清除 OK 所以如果接下来的话 我要怎么样可以让这个动作 可以快速完成 然后又不需要写程式 那接下来你可能要知道一个东西 就是所谓的录制聚集 而且我们在还不写VBA之前 easeo里面有提供的功能 自动帮我写程式 但它会自动帮我记录什么 记录你滑鼠跟键盘的任何动作 它会自动帮你把滑鼠跟键盘的动作 自动帮你转换成VBA对应的程式 然后帮你存在模组里面 OK 所以接下来我们来看 e怎么样来做录制动作 e请你从那个上方这边有个箭头 点下去其他命令 那因为呢 那个录制聚集跟VBA功能 它是放在开发人员里面 所以开发人员记得 制定功能区里面会有个开发人员 这个打勾 但预设其实是没有打勾的 也就是说一般状况 这个是没有打勾 这个没有出现 那我们一定要把它打勾按确定 好 这个时候开发人员才会出现 那也就是说如果你没有开发人员 当然呢你就不能做这些事情 录制聚集 聚集 VBA 这些东西 但是如果说你把它打开的话呢 你相对的 可能你会有需要 做一点事情才把它打开 所以一般人其实电脑上是不会打开的 所以如果有打开的话表示说 他应该已经会知道该怎么撰写VBA之类的 或是不是聚集之类的 OK 之前有同学也就问他说你为什么来上这个课 因为他说身边的同事已经都会开发人员 但只有他不会 而且其他人都会有很多按钮 有没有像我刚刚讲的这个按下去自动完成 自动清除 可是他就是没有 他也不会做 OK 那要怎么做 首先第一个 你大概开发人员打开 第二个的话呢 按下录制剧情 不过特别注意 如果按下去之后 他就自动帮你记录了 所以一般习惯上 你先彩排一下 把你要做的动作先做过一遍 然后再来录制 否则的话你会N区的 OK 因为一样的到底录制 有点像录下你要做的动作 OK 就像说拍戏也一样 导演说Camero 那就开始了 你不能做错 做错N区就要重来重拍 到底一样 如果你拍错了 做错了没关系 你再重来把它盖过去就好了 OK 就重录一遍 所以我们 不过刚开始第一个练习也不要太多 第一个动作怎么样 我要做什么事呢 就是把这个公式帮我录下来 然后点两下自动 所以基本上第一个按钮 其实只有三个动作 特别是动作不要太多 我先演练一次给各位看 一 请你把游标不要直接放在上面 不是 因为我要录下这个动作 点下去的动作 你如果已经在这里 那就错了 它就会出错了 OK 所以一 游标放这个以外的地方 游标把它点一下 一 点一下 Range 一二好了 OK 因为我上面那两列删掉 OK 二的话呢 游标放上面打个勾 三的话呢 快点两下 这样就OK了 好三个动作而已 OK 一 二是放里面打勾 三快点两下 好 那清除的话怎么清除呢 就是游标放上去 一样哦 一 游标放一二 二 Ctrl 特别是哦 当然我们以前是这样选 不过我建议你不要用滑鼠选 为什么呢 因为呢 如果你用滑鼠选的话 那如果你选到一百零 假设追到一百零 你要选很久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如果将来你的资料怎么样 可能不止一百 不 一百零一 如果不止到一百零一 或者增加减少 那你已经入固定了 固定的话呢 那以后怎么办 以后它就会 就会 比如说你多跟少 它就会 什么 程式不对了 所以我们如果说 今天要用什么呢 游标放这边 Ctrl shift向下 这个动作实际上 它Ctrl shift向下 它会追踪 也就是跟着你 左边那一栏 多跟少 它会自动去增减 这样的话 好处就是比较有弹性 程式也不用改 否则的话你将来还要重录 然后按delizant 所以 1 点一下这边 2 Ctrl shift向下 3 按delizant 也是三个动作 反正都是三个动作 好 那我们已经在彩排了 所以刚刚的动作是彩排 OK 接下来呢 就是正式要开始 好 接下来就 录制聚席 那我要做什么 给它一个名称好了 录的名称 好 这个名称取什么都可以啦 我大概取个 手机号码串切好了 OK 假设好 名称打上去了 然后快速键要不要加没关系 不加也没关系 你就按确定 然后储存在哪里 现有的活跃布 这个不要改 反正预设 之前好像有同学自己改成什么 个人 就变成说它存在这一台电脑 你换一台电脑就不见了 所以这个地方记得不要改 现用的它会跟着这一个档案走 好按确定 好 这个时候的话 游标 NG了 已经选取 NG什么 从来 没关系 本来一游标放这里 二游标放上面打勾 三快点两下 好 这样OK了 不要说多 好 最后停止录制 第一个程式就完成 怎么知道有没有完成 聚集里面看一下 还有一个手机号码串接 有没有 但你现在执行 因为里面有东西 我们先把刚刚下一个录完再执行 录制第二个 叫什么 手机号码清除 OK 手机 号码清除 好 然后 一样哦 按确定 然后一游标放这边 二 Ctrl Ship 向下 三 Delete 停止 记得哦 Ctrl Ship 向下 他就向下选 好 这样OK 三个动作了 好 停止 然后聚集 按下去 这两个出现了 刚刚做了 反正他就在这里面 那你可以按执行 看看会不会OK 出现了 有没有 一模一样 然后清除 清除了 不过呢 当你执行的话 你可以从这边去执行 如果说你不想从这边执行的话 你另外一个方法 你可以从什么 插入 按钮 也就是说你可以把 刚刚你录制的 这个具体里面的东西 变成我刚刚讲的两个按钮 有没有 那按钮的话 记得哦 你就选表单控制像这个 底下这边有另外一个按钮 不过这个按钮我不建议 因为它设计比较复杂 这个按钮呢 直接就会让问你说哪个对应到哪个巨棋 OK 那使用的方法记得 一点一下它 按一下这个按钮 按住之后的话 它会出现十次 请你按住不要放往右下拖拉 按钮的大小你自己可以决定 放开 这个时候他会问你说 你如果按一下那个按钮的话 那会执行哪一个巨棋 我们就执行这一个手机号码串接 那我建议你可以再把上面的名称先复制一下 为什么要复制呢 因为你按确定之后 你会发现上面的名称不叫我们刚刚取那名称 所以怎么办呢 游标点它一下 把这个名称改贴上就可以 因为刚好有复制 好这个就OK了 那再来的话呢 再拖拉一个 所以再点一下 再清除 底下再拉一个 OK 然后这边有一个清除 你就把它复制 一样复制名称确定 然后这个的话呢 就再把它贴上 OK 这样的大功能 按一下它 出现了 按一下它 清除了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就是 请你把刚刚我们写完的 这个test 的这个公式 把它变成 聚起 一请各位先开启 什么其他命令这边的那个制定功能区 这边要打勾 二的话记得 彩排一下 油不要放上去 打个勾 向下填满 把它录下来 再试着做出两个按钮 画面先还给各位 试一下 去一下 谢谢 谢谢 嗯